布林肯要拉中国干架吗?中国就用这么一招,就让美国吓成了这样? 各位网友,大家好,我是卢中成,欢迎来到中成talk。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,美国这次是击眼的吗?中国只用一招,就把它吓成了这个样子。 针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计划出炉,会是什么内容呢? 最近几年来,中美全面竞争博弈逐步摆上了台面,无论是特朗普政府,还是如今的拜登政府,都在试图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。 但是整体来看,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,尽管众多,却一直没有系统性。 然而近期,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。 此前,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政府签署了安全合作协议,协议内容为保护人身安全,财产安全,以及维持地区治安等问题。 然而,就是这项普通的安全协议,却引发了美国的轩然大波。 各大媒体纷纷对这一协议进行污蔑,认为该协议是中国为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做准备,是中国对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破坏。 美国政府也派遣代表团前往所罗门群岛进行施压,终于想起要在这个小国家设立大使馆。 与此同时,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。 据观察者网援引入透社消息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外宣布,美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一项应对中国崛起的新国家安全战略。 考虑到此前的美国议会听证会中,议员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上。 本次添加的应对中国崛起的国家安全战略,很可能根据所罗门群岛的事件发生,对中国崛起进行更全面的战略调整和优化。 从布林肯这次出招来看,美国是真的鸡眼了,摆明了是想要和中国硬碰硬干一架。 而且这一次不再是小打小闹,而是更加全面系统。 拜登当局之所以这么做,原因其实很简单。 此次所罗门群岛事件的发生已经让美国意识到,如今的中国不仅有地区影响力,还有国际影响力。 仅靠零星的战略布局和规划根本不足以遏制中国的崛起。 美国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战略部署来专门应对中国的崛起。 考虑到美国过去几年,各种手段都已用过不少,所以可以预见到,被中国逼鸡眼的布林肯,其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内容中,大部分内容都将是过去说法和内场的系统化整合。 而新增的内容则很可能主要集中在加强美国传统利益地区的影响力,避免被中国翘了墙脚,比如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扶持,阻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影响力。 从所罗门群岛事件中,美国所反映出的思维看,其本质就是错误的。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,没有一个涉及到军事合作的内容,却把美国吓成了这个样子。 原因还是在于美国自己以己渡人,自己亏心事做多了,看到别人做事情,自然也往坏的方面想,所以才也害怕的不行。 事实上,我方外交部已经多次陈述,中国不可能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事基地,毕竟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一直都是保卫自身疆域,从来不像美国一般满世界乱窜,肆意玩弄霸权。 中方陈述至此,美国不信,那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了。 不久之后,美国出炉针对中国崛起的新国家安全战略,势必会让当前中美国裔的激烈程度再上一个台阶。 可以预见到,中美国裔未来很可能走向系统化、战略化、全面化的路子,这对于全世界而言,都不是一个好消息。 但美国妄想以这种方式遏制中国的崛起,同样也是吃人说梦。 好,各位网友,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,我们下期再见。